今天是个特别大太阳的,昨天吓得特别大阳 我这段时间一直在测试这个 这个叫什么涂料 这个隔热涂料 我搞了好几种,然后突然发现这个,这是油性的 打开看到里面是黄黄的,但是刷出来特别白 我在昨天就有点勤的时候 然后有点着急嘛,把它刷到这个,我的这一个遮阳的这个表面 但是后来下雨了,表面有点伤到没那么漂亮 但是这块铝板之前是这样手是放不上来的 超过80度,现在是能够放了 然后呢这些空调的这个这个管道 我之前也还是原来是这样的,就铝表面的 也会特别烫,我现在呢也要刷了一下 现在手是能放上去的,然后呢这里 我这里还有没刷的,没刷的话 手摸上去就是会有点吃不消 你不能够一直放上来 就是会有点,还是会有点烫 这是我们家的那个 新风的进气口 这个新风进气口,我搞了个汽车的大卡车的一个空滤器 这个特别好,这个一年的成本 换滤芯的成本就100块钱 然后它又是两个机构的嘛 进去的空气都很干净 然后昨天这里刷了一下,刷出它本来是白,但是刷了以后 感觉是挺凉快的,这个有用 你看这里没有刷,摸去的话就会热一点 就说明这个白色的涂料还是蛮管用的,而且是油性的 刷了以后呢,它现在还没有特别干 你能够挂看看 昨天主要是刷的这下雨 固化没那么好 之前刷的这个呢,它是表面是 它这个是水,好像是水性的 就没有这个油性的票,油性的 看起来表面很光 油性的,理论上耐油性也会比水性的会好 表面是封闭的 好,我把昨天这些被雨下过的再补一下 我明天会拿那个热成像仪来看一下它的温度 就是差别有多大 这些都是手在放下,能放 但是放久了就有点吃不消 所以说还是蛮管用的 这个真有趣,你看我这里屋顶上刷了点 我用这个热成像仪这边是47度 过来就只有34度,33度 效果很明显的 它这个白的初期都那么白 把热量全部都反射给 我们今天把这个顶上啊 我在家里面用那个 那个什么隔热的那个涂料 也就是反光涂料吧 那个做了一下那个隔热的效果 不是隔热,就是反光刷成白的以后呢 效果特别好 然后呢,我的车顶都给它刷成这个白的 我买了两种油漆 一种是油性的,一种是那个水性的 水性的干的以后的表面是有点芽光的 油性的是光亮的 我可能想两种都用一下 因为油性它表面光滑的话 它那个脏东西容易被以水洗掉 所以我们今天搞这个小手架 我们来搞这个活 我们这刷了一半了 这是我上次刷到这里做测试的 因为手摸摸这里 再摸摸那里 就知道这个刷过以后确实效果不错 我们刚才把这一条都刷过 然后等一会儿 等到干掉再刷地儿刷两倍以后 它就变得就是基本上 基本上就很平整 然后最后我们会拿沙子 把表面稍微把它打平一点 然后再上那个油性 这样子的话表面就是变成一个光光面的效果 特别适合 好,开始干活 当当当当当 10点一刻 我把我车顶上有些 通窗口的顶部 哇,驾驶是天窗的顶 这是那个换气扇的顶 都刷了个板 这个我觉得很多 因为通窗这里老是有点热 刷成板的可能会好点 然后顶上呢 这些 我都刷过了 包括中间这一块 明天可以看原来中间这块 在车子内摸到那个顶是烫的 然后呢 这样子吧 基本上都都有 我估计车内的温度会好很多 马上就夏天了 因为去年夏天 就有些时候你不开空调 可能是过不去的 明天刚好要出去一下 可以试一下效果怎么样 我现在刷的这个是水性的 这个漆呢 是 就是这种 水性漆 表面是麻面的 然后呢 我等下次回来 我要表面再处理一下 给它打磨光一点 然后呢 再给它上一个油性的 油性的漆呢 会很光滑很漂亮 今天的活就做到这里 明天找个热成像仪来试一下 看一下它温度 会不会好很多 这个我在家里面测试过 已经效果还是不错的 好 拜拜